大家好,我們先看看今天的MC題目 題目就是在某次數學測驗中 同學的平均分數是63分 Peter在那次測驗中取得75分 他的標準分數是0.75 Mary取得83分 題目就問了,究竟他的標準分數是多少分呢? 我們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大家可以回想我們有學過這樣的圖形 或者大家也可能會見過 其實我們這次的計算 其實都是用類似的方法去計算 去計算標準分,我們的公式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對,那我們計算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要找那個標準分 我們這裡就會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Peter,他拿了75分 他75分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公式裡面的X 然後之後呢 全部人的平均分就是63分 Peter那個標準分其實就是0.75 我們整個公式也會有四個是需要找的數值 這裡我們有個Sigma是不知道多少的 所以我們就用了第一個條件 找回Sigma出來 我們就會寫到這個樣子 我們經過計算後 就會找到Sigma是16 因為它是大家都在同一次測驗裡面的 這個有說過 in the same test 同一個測驗裡面 所以他們的Sigma數字其實都是相同的 而且他們的平均分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有第二個資料 就是Mary在那次測驗裡面 其實他就拿到83分 那我平均分那把同學都一樣 而這個Sigma就是我們剛才所計算出來的 那現在呢就要找回 它的標準分是多少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放進去計算的 就是83 選擇63 除16 那麼我們呢 嗯 按一按機去看回計算出來的數值 究竟是多少 那麼我們經過按機之後 我們會找到它是1.25 所以它得出來的答案 其實就是B這個答案 那麼我們在上面 都會有一條題目給大家去計算的 那麼如果大家有興趣 計算完之後 又想知道答案的話 那就可以發一個電郵來問回我們 或者是留言那裡問回 的